在公司当中要怎么来吹起这个环保风呢 在嘉义有一家生产电动还有沙滩车的公司 原本呢他们的环保回收观念相当的薄弱 而慈禧人呢就当起了不请之师 特地进入企业来进行宣导 没有想到隔一天员工就张贴起了减碳海报 环保标语还设立了回收分类桶 为了爱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用餐时间一到上百位员工一如往常到公司餐厅用餐 不过别于往常的事 现金用完餐大家居然开始做资源分类 师兄姐还没有来跟我们宣导之前 他们习惯是便当和菜肴整个就丢了垃圾堆了 宣导以后他们就自动自发 把厨余桶设立起来 然后便当盒就也分开放了 在嘉义一家一线 玉竹香工业区内经营电动跟沙滩车 已有二十多年的公司 原本对环保回收并没有任何概念 此一职工当请不请之师 今年八月份进入公司进行环保宣导 没想到隔天员工就自动自发 张贴减碳海报 环保标语 还设立了回收分类桶 而近思雨也成了全体员工 每日的精神食粮 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 只怕我们不去做 那也看到他们做一些改善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他们的努力我们也肯定了 然后确实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我们都一直把它隐藏起来 回收分类成了公司员工最热门的一项新运动 大家也把回收观念带回家去落实 企业的认同带动 将为地球环保多尽份心力 大爱新闻 真夏美质购温饱行审计妙龄崇豪嘉义报道